大家好,我是小妍 黄瓜不要总是凉拌了 今天做一个孩子们爱吃的做法 黄瓜里面放入一勺小苏打 可以先浸泡五分钟,再把黄瓜搓洗干净 这样可以去除黄瓜表面的农药残留 黄瓜洗干净以后再控水捞出来 洗干净的黄瓜先放在案板上 先去头去尾 再把黄瓜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切成四半 再切成一公分左右的段 切好先放进大碗里 准备一个胡萝卜 胡萝卜从中间切开 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再切成小方丁 切好和黄瓜放在一个盆里 一块鸡心肉 把鸡心肉切成厚片 最后也一样切成小方丁 放进碗里 里面加入一勺黄酒 下手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再准备一点配料 葱姜蒜都切成小碎丁 切好放进碗里 锅里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腌制好的鸡丁放入锅中 翻炒均匀 把鸡丁炒至变色 加入葱姜蒜炒香 现在开始调味 放入一勺红烧酱油 一勺生抽 半勺食盐 先翻炒五六七八下 再放入一大勺的棉白糖 这个菜是偏甜一点的口味 糖可以多放点 现在可以放入黄瓜丁 继续翻炒均匀 炒至黄瓜和胡萝卜断生 出锅之前淋上一勺醋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这个季节天气太热 孩子们不爱吃饭 黄瓜可以学会这样做 孩子们超喜欢 如果你喜欢就收拾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留言转发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